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自驾环游中国频道 我是夏天 我是华姐 上一期视频呢 我们带大家去看了一下那个 建水非常有名的古城啊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古城里面非常有名的朱家大院啊 据说这个大户人家是相当的气派 对 走着 这有一个汉林街 在这个汉林街里面啊 朱家大院 哇 看一下这小果 这小派迪啊 你太可爱了 好可爱啊 你看这个 胭脂水粉 感觉像不像回到了过去 这里就是朱家花园了 在这边买票 要从这进来绕一圈才能进 他们这门票一个人是35 这就是朱家花园 哇 看一下这门头 这都是百年历史的门头了 建水朱家花园 是清末乡 是清末乡生 诸位清兄弟建造的家宅和宗祠 占地2万多平米 其中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 主体建筑成纵四横三的布局 为建水典型的三间六尔三间厅 一大天井 赴四小天井式传统民居的变通组合体 共有大小天井42个 房屋214间 朱家花园 是一组规模宏大的清代民居建筑 由西南边陲大观园之称 看这是刚进来的位置 这一棵好大的 这应该也是榕树吧 感觉 像那个小叶榕 有点像 这边是主线路 你看一进门 这个地方有一个远古门 这个地方写的是循规蹈矩 这就是朱家当年的一个家训 看这一进来以后 又是一个四方的一个庭院 四水龟塘 这边是煤管 那边是厚花园 这边是棕瓷排放 这一圈你看 感觉一进来看不过来的 不知道从哪边开始看了感觉 我们先到这个煤管 我们先到煤管看一下 你看它这个门头 以前的这种雕花 对啊 好精美 太好看了 这个庭院一进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写的是煤管 然后右边这个是菊管 这个是煤蓝竹菊 有四个管 我们就从煤管先开始转 感觉每一个小的这种四合院 感觉都不一样 进来以后 这边是卖紫桃的 应该是 这也是有个智桃体验区 感觉 是不是 然后这边你看 都是那个展示的 他们那个紫桃 这有一口古井 花花 对 看 它这里面有一口古井 哇 我觉得有古井的地方 太幸福了 水好清澈 看 怪深的呢 对 水就在这儿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就因为太清澈了 你看这个冷梦子 对 都已经很润了 感觉 这口水井 就是当年 朱家的生活用水的一个井 而且这个井据说很神奇 它的井水的高度 当年已经漫出这个地面了 它都会从这个旁边的小孔溢出 看到吗 这个小孔 对 看到了 所以当时他们都有个说法 就是水既是财 就说这个水漫出了 就说明这个财就很棒 所以朱家一直就是大户人家 他们的财运非常好 所以这个朱家这口水井 也被当地人称为建水十八怪 就是朱家水井 漫井外 有个这样的说法 感觉在它这里面转 就是因为太大了 对 就转得好晕 一会儿是 这个煤馆 然后菊馆 紫藤院又在那边 然后这边呢 又是这个 朱子嘉迅 都不知道该从哪边先逛了 那就从这边过去看看吧 这都是什么石墨吗 对 墨豆腐的那种石墨 他们这边不是特别有名的 那个建水豆腐 对 这都是小的石墨 这又到了一个院 朋友们看一看 这是我们建 就是走了这么多地方 目前见过最大的一个院了吧 对 我们也去看过一些大院 但都没有这个院大 你看这个朱子嘉迅 就在这个墙壁上 这面墙上全部都是他们的嘉迅 公自行的过厅 人家这个真是开大 这像一个私属一样的地方 你看这每块桌子上我看看写的是什么 都是嘉迅啊 看 施恩无念 受恩莫忘 好啊 你坐到这 所以说朱家为什么会这么 让夏天夫子给你上课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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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45斤先背一遍 哈哈 哈哈哈 笑死了 哇 你看这个门上面的这个雕花 太精致了 你看这上面写的是怀远厅 哇 看看这雕花 看这都是书卷 足简 太精致了 这雕花 看朋友们 这有一个那个朱家花园的那个鸟看图 天哪 太霸气了吧 这整个占地两万多平方米啊 建筑面具就占了五千多平方米 哇 真的好期盼 真正 这才叫真正的豪宅 对 这才叫巨富 哈哈 你看我们现在只是在这片在转的 对 你看这后花园还有一大片 后花园比那还要大那么多呢 这个豪宅太厉害了 对 好好参观一下 嗯 这一面展示的是朱家这个百年沧桑图片展啊 这个地方就能了解到他们是怎么样富起来的 但在光绪年间的时候 朱晨枣兄弟啊 他们是先开了那个 先在各旧开采锡矿 那会儿呢就成为了有名的矿生啊 你看四方经商成为巨富 他们是做你看大溪云土 杨沙布匹百货 然后这个豪宅太啊 就是他们的商号的名字 在这个滇川柜 还有香港设了五十多个商号啊 然后是产供销一体的 你看这是他们的商号分布图 然后成为了巨富之一 对 然后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成为了林安邦的巨头 难怪有这么大的一个家宅啊 这有一个内宅院 我们看看什么样的 哎呦 这有一个小天井啊 看 这个厨房 是吗 哎呦 看看他们的厨房 看看果实的厨房 哦 他们的地庄 你看 说的好平整啊 哦 这是他们的磨豆腐的吧 这富人家的厨房 这富人家的厨房 真是现在有 比一个卧室都大 这是这个紫藤院啊 你看这个就是藤树 就是因为这棵紫藤树来命名的 然后他左边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叫上堂屋啊 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公共区域这个家的 一般像他们一般家庭的议事啊 聚会啊 还都会在这边举行 看一下 长者坐在那里 然后家庭其他的成员 坐在这两边啊 他们在这议事啊 然后聚餐 你看这有鸡有鱼有包子 然后包括小孩那个 对满月的时候抓鳩啊 都是在这儿进行的 你看这还有那个 他们以前的人特别喜欢玩头壶啊 对 他们那时候的一种玩法 你看这个是十块钱 投石之鉴啊 再穿过来这边呢 就是蓝亭啊 这边是不是都是蓝花呀 这个蓝亭呢 就是当年朱家的核心人物 朱朝英的住所啊 因为朱朝英不管是在生意场上 还是在政治场上啊 他的那个 就是说他的这个气质 都像蓝花的气质一样 而且这个蓝亭也是他们这个 朱家花园上面的一个主建筑 这就是主院了 是不是啊 竹园 这个地方种的都是这个叫黄金竹 是不是 这个竹园穿过来这边就是菊园 哇 我们感觉肉了好大一圈 怎么还在这个 梅兰竹菊这里面 是不是 对啊 你看再往这边走 就是猪式宗祠了 然后这个修剪的很漂亮的 这应该是茶树啊 我觉得是茶树 应该是 这像一个戏台 看 这像是一个古戏台 是不是啊 嗯 对 然后你看他们可以坐到这个地方 可以看戏 嗯 听戏 哇 这里面有好多金鱼 默绿色的水 但是还挺轻的 对 很漂亮 这边就是他们的祠堂了 我们刚刚参观的这边啊 四水龟堂这一片 全都属于内宅 我们现在去看看他们的后花园 哦 这还有喝咖啡的地方 哇 好大的后花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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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